今天這樣比賽就是我們可能在攻防兩端做的比較不好 然後是分太多 然後包括是在進攻上流上性贏出現問題 然後包括外線命中率還有成功率 這樣都步入預期然後輸掉這樣比賽 因為像Nanny跟Custin來的舞球隊時間都不算太長 那其實我們還在跟大家找一個磨合的時段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這場比賽之後 透過影片回去跟他們討論 然後知道說我們接下來的比賽需要去做 他們去做些什麼事情 第一節末段啦 可能因為我們的老外有一點犯規麻煩 所以那時候下去我們改守區域 然後對方的外線也發揮得很好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有效的擋住 我們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在進攻方面也就打得比較急躁 然後一擊他們又打轉換快攻 其實這樣可能大家就是稍微又是在課場 就是有一點被打垮那種感覺 就是我們本來就知道他們是一個就是比較老一點的球隊 就是比較久一點的球隊 然後就他們每個人經驗都很好 雖然他們個子不高 然後但是他們經驗很好用經驗然後彌補 他們可能速度慢啊的這些缺點 然後我覺得他們這場打得很好 非常非常謝謝有這個機會可以讓我們對上的年輕球員 也可以跟印尼當地的一個傳奇球星有做這樣的第一個接觸 那我想這樣子的接觸對我們球隊裡面的年輕人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也可以增進他們在車場上的經驗 比較意外的是其實我覺得打起來沒有所謂的 印尼是滿有勝的國家吧 主場上沒有 其實我覺得在裁判的吹犯上面還是滿公正的 所以我們自己沒有打好不能怪別人